深批军装一直是每一个热血男儿的梦想,不着军装,永远无法体会那份荣耀,不到军营永远不会明白军人的德时,而一身挺拔暴气的军装往往是用血男儿,门对军营的第一印象,很多人都是因为对于军装的知名才转而参军。 只是为了亲自体验那份深批绿装的荣耀,在中国不断变先的军装巴扎史上,65市军装堪称是60年代的超台服饰,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。 1965年6月1日,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文章,全军指战员热烈拥护取消军衔制度,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,同时进行军服改革。 所有军人摘下佩戴了将近十年的五十五式冒灰、领章和奸章,全军上下无论男女官兵,一律佩戴红五角星、冒灰和领章,这就是著名的六十五式军服。 六十五式军服,是我军取消军衔制后装备的四式服装。 这一套军服自从已诞生,就立刻封明全国,红五星冒灰和红领章为这一系列军装最大特色,被奉为革命标志物,一颗红星头上大,革命的红旗挂两边,红五星、红领章、鲜艳、简明,不在任何修饰。 这句我军特色,深受广大官兵和全国人民喜爱,尽管我军已多次更坏新式之中,但在那个年代,三块红,一身绿,评销地体现了我军的革命本质,和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。 曾让多少人混迁梦绕,爱不适深,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,六十五式军服简洁、朴素、实用,是被应用的最为广泛,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款军服,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。 同时,六十五式军服也是人民解放军装备时间最长,发发数量最大的知识服装,也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知识军服。 它的服役时间被1965年6月1日到1985年5月1日,是海、陆、空三军的军长服。 六十五式军服及其改进行七十一式、七十四式、七十八式整整实行了二十年。 六十五式军服虽然阅兵时没有出现过,但它沐浴了自卫反击战的战火。 它是两代中国人的火热记忆,寄托着一段难以忘记的革命情怀。 而当年所有的六十五式军服,均由计划集团所属的三五零二、三五零三、三五零四、三五零六等企业生产。 这些当时隶属于总厚的军工厂,用意渐渐军服撑起了一代人的青春。 六十五式军服充满了传奇色彩。 简约大方的六十五式军服,在席卷中国大街小巷,成为国民潮牌的同时也走出了国门,备受其他国家的青睐。 它甚至影响了世界军装的发展。 根据不完全统计,六十五式军服的生产量已经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。 六十五年世界总人口只有三十三亿,而六十五式军服就一的产量,可以让当时每三人中就有一套。 六十五式军装的魅力,不仅超越了年代,甚至还跨越了国界。 六七十年代,中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,六十五式也随之传入,大约有四十多个国家军服都接见了六十五式军服的优点。 或者直接使用过六十五式军服,越南人民军接收了大量六十五式军装,烧雕改动便当作军服。 例如有一个说法就是,冒灰一化,六十五式就是越南的军装。 东南亚很多红色游击队,也穿着六十五式为民族解放而战。 就连非洲,六十五式也因他的普世耐用而深受喜欢。 九十年代有中国商人到非洲,经济当地人穿着六十五式军服,也是去看一桩了,如此可见,六十五式军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张响当当的中国名片。 六十五式军服早已引起国内外军服收藏研究者的兴趣,成为一个重要的探讨客题。 即使到了今天他仍是海内外资深军事爱好者的必备收藏品,六十五式军服是一个时代的记忆,尽管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。 但时至今日,你仍然能在不少地方看到身着六十五式军服的中老年人,他们或许是退伍老兵,或许是当年的功龙群众,但对六十五式军服的钟爱却是高度一致的。 现在六十五式的热度不退百长,最大的受众净是改完的年轻人,当下许多明星的结婚照,大学生的毕业照,都常常可以见到六十五式军服的身影。 例如山基辰小春和英彩儿当年结婚时,流传的结婚照,就是用了六十五式军服,刮起了一股环旧风,演了众多年轻本次纷纷效忽,足减其影响之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